战火和硝烟的和平年代 同样也呼唤大无畏的浩然正气 和敢于流血犀牲的英勇行为 这次入选五个一工程的 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中 弘扬的英雄主义就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 并为当代人所熟悉和深深敬佩的 请看报道 38集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 塑造了一群新的公安干警形象 他们继承了公安队伍的优良传统 又具有新的思想 新的观念 新的生活情趣和新的专业技能 剧中的主要人物已不仅是刑警或刑警队长 而是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新型领导人 是一级公安局局长 他有广阔的视野 良好的文化素质 而且具有在新的历史形式下 对于复杂社会问题进行高层次应对的能力 在经济大潮中 他始终保持独人格 保持信仰和情操 为了民族发展的最高利益 为了保卫改革开放成果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他甘愿付出自我牺牲 《英雄无悔》这部电视连续剧 我们确定它的基调 是英雄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基调 英雄主义跟理想主义 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的 是真正能够在老百姓的心中 产生一种心灵的共鸣和共感 好像挺感人的 那种精神 跟人感觉到能顾无人心 我觉得它是比较正式的 对社会有一点利益了 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塑造的英雄形象 不仅闪烁着新时期理想主义 英雄主义精神的夺目光彩 而且充满着现实生活中 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其实英雄这个概念 在现在来讲 我觉得不是一个可怕不可及的事 每个人心里都有英雄情怀 英雄无悔 没有孤立地塑造英雄的形象 而是在广阔的背景下 展现了当今改革开放城市的全景图 剧中涉及了治理外来人口 打击抢劫贩毒犯罪活动 股市风波等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它是继公关小姐 商界 外来妹 请满珠江之后 又一部来自广东的现实题材文艺精品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我们当下的生活 生活里面出现了很多新的矛盾 新的问题 新的事物 也新的观念 这些我想我们的人民群众 都很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文艺工作者 通过我们的创作来反映这些 英雄无悔 在弘扬英雄主义的同时 也大胆揭露了社会变革时期 难免的堕落腐败和丑恶现象 剧中胡永黄和迪美华两个角色 就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 原惠州市公安局局长 和原广州女企业家曾丽华贪污案 他告证了很多很多人 叫不要以身是法 我们这一次能够那个主要是 很长时间的深入了生活 各个警种我们都广泛的深入的了解 和他们交朋友 在这个生活中间发现他们的那些生活太丰富了 尽管我们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对公安的那个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表现的还不够 还远不如真正现实生活中间 公安的那些 但是我接触采访到的很多东西 我觉得还更生动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现在我们一起来关注亚洲的局势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 以色列将从13号开始 大幅 团省委 省青莲 省殷协 省广播电视厅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九色广东青春歌曲创作大赛 从今年3月份开展以来 得到了广大专业业余词曲作者积极参与 全省共收到参赛作品 2786首 其中春天的故事 跨世界的太阳 归凡这一片神奇的土地 让未来听听心愿等20首创作歌曲 荣获金奖 这批新创作的歌曲 主题鲜明 时代感强 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 省委副书记张国英等领导 出席了昨晚的颁奖晚会 并为获奖的20首金曲作者颁奖 文艺工作者为全省电视观众 演唱了这20首金曲 这是广东电视台报道的 今天是第十二届亚运会开幕的第二天 人曾景奇就是这样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d geographic 八重市 bosacción 第二天至公园 冘otch 积王 林어서 之前 继续